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較常見的教學錄影的類型 直接點進來點開就看到 那這邊我們把它大概歸類成三種方式 一種就是所謂的全動式的 全動式的反正就是要全都錄 要全都錄 反正螢幕上有什麼 或者是你在教學現場反正全部錄下來 那當然這種方式檔案性比較大 檔案性會比較大 那我們來看到底有幾個 這個Sample可以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第一個像現在市面很多所謂的Mock課程 摩克斯嘛 這樣錄在推這個Mock 那你比如說看到這個 欸 排大的 他們就是一樣啊 就是這樣錄下來然後就Play 就這樣看而已 有沒有這樣是不是就全都錄 也可以嘛其實錄下來 如果說這樣這樣錄下來也是一個方法 也是一個方法那至少 他有分單元的 你從哪一個單元這樣個別去看也是不錯的方法 好方式喔 但是其實不可否認的 你剛剛可以看到的請問這個影片多長 寫在後面 通常看到這個 馬上就打 退一趟哭 哈哈哈哈 我跟妳抖過的 還沒有 都沒有分類 雖然 有可以快轉 但是到最後是 跳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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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喔 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分段 稍微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真的啦 其實 我們自己看都是這樣 更何況 今天如果你是錄的人 好錄的人 我們 貼心一點點方便 稍微分段分好 應該是 彼此都有受用啦 因為 畢竟 看中找還是不容易喔 好 那這是第1種 第2種呢 我們來看看喔 第2種就是我錄的方法 我剛剛講的要分段 好分段 那您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在YouTube這樣子 就放成 播放清單的 有沒有每一段都有分清楚 好每段都分清楚 因為這是禮拜一的 比如說我想要找 想拼這一段的 我就點這一段 這樣子就進來了 那因為我錄的其實是全螢幕啦 所以其實你用全螢幕 事實上也是可以看 那這個 品質 喔有 那已經自動了 那我應該就會比較好 如果老師有興趣可以幫我點廣告 我會不想去賺到錢 我已經有先賺過100塊美金了 我這個是講真的 不是講假的 我真的有賺過100塊美金 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幫我點 好 那 我錄影呢 除了錄這樣 其實 我相信 有時候我們也怕說別人拿那個影片就 去 做一些其他事情嘛 就幫你賺錢嘛 所以我上面都會有錄這個 就加上這個 什麼時候錄的 然後錄影的時間 有沒有 那待會兒呢 我們可以把它加進去 如果老師對這個比較care的話 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第一個是說我也知道說我 什麼時候 這段影片錄下來的 什麼時候上課的這樣 當然如果你要連地點啊 什麼那些 就看你自己啦 OK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說 我們 如果說老師養成習慣 錄影的時候有稍微分段 應該會再好一點 當然如果這個過程 大家多練習幾次 應該就可以慢慢的就是 不用回家再做 其實最好的教材製作方式就是 老師上課的時候就做完 因為你要回家自己面對的 幽暗的房間 在那邊打開攝影機 然後 對著麥克風 哈囉各位同學好 那個聲音就不一樣 對吧 沒有 觀眾沒有聽眾 就是沒有那個現場感覺 對不對 所以 如果說 可以我們上課的時候就錄下 那應該是最有 最有 感覺的 好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全動式的 我平常是比較喜歡 就是全動式的方式 那 另外呢還有一種影像式的方式 您可以看一下影像式的方式 以軟體來講 所謂open source的 大概就是所謂的wink 這樣是一個代表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 當全動式就是全動物 可是其實 全動物對於我們 軟體 應該說 電腦上螢幕的畫面來講 事實上不是那麼需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看電視看影片 那當然 他就一直播一直播 那畫面一直更新 可是我們在 如果用電腦教學 請問我會不會在這些畫面 會不會停很長的時間 會啊 我們是會某些畫面就停在那邊 去做說明 然後這種簡報 自己也是一樣 所以不需要說一直錄一直錄 他可能 老師的畫面如果沒有動 我就拍一張就好了 那 滑鼠在動的時候 我就要模擬的 所以這種叫wink 好 這種叫win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身頭 有沒有發現 看起來也是 很舒暢 他還是變成影片 可是呢 他事實上是把 每個畫面有變的 就怎麼樣 拍一張拍一張 你現在看到那個 滑鼠在動 是用模擬的 那他也可以在模擬你這個 負荷層幫你加上 比如說你的那個 選單的說明啊之類的 那這個是open source 我覺得使用上還不是非常好用 以往比較有名的是這個 叫做 叫做 Adobe有一套叫 Captive 那那一套是付費的 付費的 他1點點2點出來的時候 大家是蠻驚豔的 就就是說 其實原來錄影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錄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段 我打開給你看一下 你看 老師講解 這邊我們就蠻快的 其實他檔案 事實上是一個flash 按右鍵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flash 有沒有他事實上幫你加上這個 好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那 我往後退 有沒有發現他在這邊 他會自動幫他加這個 好就是說等於之後在 錄這個畫面 事實上是拍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郵票到哪裡 他會自動買加上這些東西 好自動加上這些東西 所以呢 有沒有 我們事實上我們畫面都會提一段時間 都提一段時間 平常我們在 老師應該比較常用簡報的方式上課 那簡報方式上課 都會提一段時間 他就 抓這個畫面之後 幫你錄生命而已 這樣沒有畫面 檔案就比較小 檔案就比較小 所以這是 另外一種 所謂的 影像式的方式 那 還有一種什麼 互動式的 那互動式的 比較有名的事實上就是我們 數位學生平台 這一家 這家公司 台灣數位學生平台 有一個蛋糕呢 原型的蛋糕 他最大好處是什麼 老師應該有用過那個powercam吧 有齁 因為我們學校應該也有買 他現在比較新版的 您剛剛看到我們畫面上 這有幫大家裝的 就是比較新版叫 Avercam 改名字了 改名字了 我不知道學校有沒有升級 那 他 舊版本 powercam在錄影的這一塊 錄影如果說不是錄簡報 而是錄我們的操作畫面的話 檔案的稍微比較大 但是新版的會好很多 也好很多 因為他只利用MP4編碼 檔案小很多 那 Avercam 就是他的剪接軟體 剪接軟體的部分 以前他沒有特別分開 以前 他現在 他 最大好處就是說 他能夠跟你原來的 如果學校的 數位學員有升級的話 數位學員平台以後 升級的版本 就會變成現在 你看到這樣子 也就是說 影片在旁邊 旁邊有沒有說 就是跟我們之前那個 簡報索引一樣 但是呢 老師還可以整理重點 甚至同學可以進來討論 還有筆記也可以共享 又會更多 比玩樂再更厲害一點 但是這個是升級後來 今年好像6月還7月之後 才會 才會就是正式發布 那現在其實有那個平台 也有在做測試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 有沒有 影片都自動跳過去了 等於說增加了 互動的 又更 更方便一點 好又更方便 那如果說 重點的部分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整理 我這一份 簡報 他的重點有哪些 我可以先整理 在這邊 那有鼻子討論的 就放在這邊 那有相關的 有人有什麼 筆記的 可以分享出來的 就像這樣子 這樣是比較容易一點點 好 所以這個呢 是給大家 再看一下 其實 他新版本的 就像這樣子 那你返回課程呢 這裡就是了 K12的 K12的 那 新版本的 那個數位循環就會漲 這樣 所以我們 看過了這幾種 所謂的 這個 錄影的類型之後 老師會發現其實 類型真的很多 不見得說 一定就是 好像整個 我就全部用這個 DV這樣直接錄下來 其實不一定 所以這個DV錄 我們一般用DV錄 現場是看得清楚 但是電腦螢幕上看得清楚嗎 大部分看不清楚對不對 就是只能就是 現場的一個 活動的情形而已 真的螢幕上的可能就 比較不是那麼適合 好 OK 那老師對於這個部分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還OK 好